Influence 我们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in 念成in 接下来是flu 最后一个音节念成ans 那因为一在字的最后面 不当一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中音节 放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念成influence influence 那influence呢 它是一个可以当作 可数跟不可数的名词 中文翻成影响 那我们看英文解释 The power to have an effect on something or someone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way someone thinks, behaves 好,所以我们就知道 influence它是一股力量 什么的力量呢 to have an effect on 我们知道 have an effect on 表示对什么东西 有影响的意思 它对某一件事情 或者是某一个人 有影响的那股力量 我们中文就叫做影响 另外一个解释 The power 它是一种力量 什么力量呢 to change the way 去改变那个方式 什么样的方式呢 某个人所思考的 或者他的行为举止的 那股力量的改变 可以造成它的改变 所以这边的the way 这边就是一个 所谓的那个 那个 连接词 引导一个名词指句 当作change的手词 好,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influence 那这个字怎么去背它呢 来,我们先来看一个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字 那个字呢 就叫做flu 那我们知道flu呢 这个字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叫做流感 那你知道了 如果我们班上呢 有个同学呢 他感冒了 如果他还来学校 而且来学校又不吃药 不吃药呢 他又不带那个口罩的话 很多同学呢 一下子就被他影响 就被他感染到了感冒 好,所以说呢 这个字呢 你可以把它inference 你可以把它拿来跟流感 把它一起把它背起来 好,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第一个例句 the player's injury had a bad influence on the game yesterday 好,the player's 指的就是球员 这个球员的injury 他受伤了 我们知道运动选手 很容易受伤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球员的伤 had a bad influence on something 好,所以这边呢 have a bad influence 他对什么东西 有一个不好的影响 the game 那场比赛 什么时候呢 昨天的那场比赛 有个很不好的影响 had a bad influence on something 好,那这个的时候的influence 当作所谓的可数名词 所以你们发现 前面有个贯词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不可数的名词 most chinese people still liv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好,那这边呢 inference呢 就是当作不可数的名词 大部分的中国人 most chinese people still live 他们仍然这样子 生活着 怎么样生活着呢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meone 好,在什么人的影响之下 所以解析词用 under influence 是名词 在什么人的影响之下呢 好,就是在恐夫子的教条 这个teaching 就是教导教条的意思 那这边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卢家思想 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呢 仍然活在呢 那个恐夫子的 卢家思想之下 好,那inference这个字呢 它的词类 除了可以当作名词之外 一样一模一样的字 我们也可以当作 极物动词 它的意思 也叫做影响 我们直接看例句 the film 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 strongly influenced my ideas toward life the film 这部电 接下来你们发现 它有一个 所谓的那个叫做 邪体字 那邪体字这边呢 指就是一个 专有名词咯 好,这边呢 就是the diving dive 这个字 就是潜水的意思 好,所以 潜水中与蝴蝶 好,这本书呢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书 同学有兴趣 不妨自己去买来看一看 所以呢 潜水中与蝴蝶 这部电影呢 strongly 它深深地 非常强烈地 influenced 这边呢 就是一个基础动词 influenced my ideas 好 ideas toward life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 所谓的人生观 它影响了 深深地 影响了我的 人生观 好,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 influence 名词 influence 影响 当作动词 影响 influence 影响 影响 影响